大家好 歡迎李懿 小三跟班 真的從土城騎到我們內湖 還好啊 土城到這裡能多遠 很近啊 很近對不對 不是那個土城 那是台南的土城 台南土城到內湖到底有多遠啊 我剛剛特地Google了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總共313公里 開車時間要3小時13分鐘 那是高速公路 請問你們騎了多久 如果 如果 如果不走高速公路至少 Google導航要4個半小時 而且這是不含加油跟休息 我們剛剛看到你們出發的影片 那個時候是幾點 那時候大概是早上8點左右 因為有人遲到 所以沒有 就小三那個小三啊 不是我跟你說 我才叫他直接駐台南 跟我們一起就出發 沒有 我的身體已經告訴我 以前路地球黃金線 早班的話 我們就大概6點半起床就好了 那今天得提早到5點 就心理壓力是蠻大的 欸你們真的三位從台南一起 騎車進攝影棚那件事 我覺得是個創舉 真的很熱血 很熱血 而且其實台南到台北超近的吧 超近 超近啊 超近好不好 而且我們兩個怎麼笑得這麼開心 為什麼我覺得他們兩位 從頭到尾都眼神死 一個半小時可以搞定的事情 非得花4個多小時 而且 中間還下大雨有沒有 後來下大雨對不對 超大 就是他 他今天來是全身濕的 因為他沒有帶換洗衣服 然後剛剛在樓上吹了大概 一小時的吹風機 再把衣服吹乾 這兩位 你們本來跟李懿有認識 嗯 對吧 所以他們請你一起加入 感覺也還蠻合理的 是 我剛剛錄影前 我們今天一起來的艾爾 艾爾本來跟李懿熟嗎 我知道她 因為她是藝人嘛 但她沒有認識 不是說沒有私交有關係 對 聽說你也有接到李懿許萬說 我其實是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很好玩很想去 可是因為我前一天人在台東 她約我的那一天 我會就是下午從台東回到台北 已經晚上11點多 然後 所以她是怎麼約你 她的意思是說 阿Ben說好 你要不要一起去 哈哈哈 為什麼這麼愛騎這一台車 因為其實 這一台車它是街車 然後我有騎過 我之前有騎過就是仿賽 或是比較賽車款的 那我那時候騎賽車款的時候 我覺得以皮說代步啊 因為我有預想到說 我買了車我就是要騎它 所以我會非常長騎 不管是在市區或是去哪裡 我就覺得說 如果是街車款的話 騎起來很舒服很輕鬆 譬如說像我環島 或是我騎去台南 我都覺得沒有什麼壓力 就是不管她把手的位置啊 就對新手來說 還很好上手 對 我覺得對新手來說 非常的好駕馭 而且你知道我今天 就是騎在西濱的時候 我有一種人車合一的感覺 她早上到晚都笑到 她的蘋果耳機就沒消失過 我超開心 就算林哲宇你知道嗎 我還是覺得天哪 我人車合一了 所以我會覺得 她對以新手 就是以現階段的我來說 是一台非常好 再適合不過了 是一台非常好上手 然後非常好騎的車子 而且我記得你之前來節目那時候 就剛考到中間教導妳 就有說妳想要找 有復古味道的車 對 我自己喜歡就是 有復古味的車子 對 所以這台車現在在妳 欸 妳知道嗎 因為李懿一直覺得說 她現在在做都很有意義 我們可以把中間一個字 換成她的名字 可以 而且出現在她的車上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在哪裡 來 我給大家看 這是我為我車特別 因為是我的車嘛 我一定要有一個 可以代表性的東西 所以就是這個 你看 一轉 真的有妳的名字欸 沒錯 果然人車合一 欸 我跟你講 我把這個給小三和阿伯看 小三說跟阿伯他們也想要一個欸 來來玩 小三 這個改裝怎麼樣 我必須說 早上我看到了覺得 這什麼東西 就什麼意義 但是發自內心我也想要一個 你看 你看 這很帥欸 很炫 我覺得這是很個性化的東西 其實車有要的是這種 這代表自己啊 阿伯妳要不要演一個BAN 好啊 BAN BAN 沒有 因為其實我早上的時候 他們故意賣官司不給我看 然後我想說 有什麼東西 我們從事這個行業十幾年沒有看過的 結果他就打開 還真沒看過 真的沒看過 很帥欸 很帥欸 很厲害欸 因為你知道 我還沒有改裝我車子任何一個部分 因為大家都一直跟我講說 你只要動了一個地方 你就會開始大動 對 因為是無底洞 就是一個大無底洞 所以其實我很緊張 可是我又很想要有一些 可以代表自己的東西 因為很多人就會把自己弄成螺絲 或什麼弄成自己喜歡的顏色 把它變成自己的車 是的 但是我還怕 我怕那個無底洞 妳現在還踩著那個線 是不是 我在那個底線上面 所以我想說我先從一些 就是基本的小東西 然後先開始 就裝了一個這個 代表自己 對 然後這一台六流 應該這樣說 到現在為止 你跟它的契合度 你覺得就是已經到了100分了嗎 我覺得今天我感覺到100分 因為今天我們騎西兵的時候 其實是風非常大 因為現在東北季風 所以我們是逆風的 而且很冷吧 很冷 然後又逆風 所以我們一直在破風 然後騎到苗栗新竹段的時候 又是下大雨 可是在你越艱苦的時候呢 你騎著它 你越有一種人車合一的感覺 你才可以完成這個艱難的困境 所以我今天有感受到 我跟它融為一體了 兩位 你們今天有沒有跟自己的車 融為一體的感覺 那車不一樣啊 你看看 小三騎那什麼車 那融為一體 那是作弊啊 我必須這部分 小三說真的你的車騎回台北 比較輕鬆吧 那不一樣 我們辛苦的點不一樣 這個待會再跟大家分享 辛苦的點不一樣 但是 我必須幫李懿鎮言一件事情 就是 因為其實騎到 開始下雨過後 我記得是過了苗栗 進入新竹的時候 停紅燈的時候 我發現他怎麼一直在笑 他開心啊 我以為他在聽什麼 結果我發現他發自內心在笑 我可以感受到你的開心 就是他沒有在演 因為那根本沒有人看得到 會想說在笑什麼 我跟你講 我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有時候我自己試車 我也會忍不住一直笑 懂 然後 然後他說 人車合一 我也可以理解 因為東北季風 而且今天有一些路段 他是側風 然後我們進入到巴黎 那邊其實 如果有下雨的時候 通常風特別大 超大 我自己騎到會有點擔心 因為像有的彎比較大 側風一推 你要很專心 那正常新手遇到這種 可能你會發現他速度降很慢 因為我壓車嘛 我在最後一台 沒有啊 他是壓身體 他就這樣 然後說都沒有這樣 你是不是忍不住要為他喝彩 對 那我心裡又想說 在幹嘛啦 但是他 但是他騎得很穩喔 很開心 你會覺得自己解鎖了 一個你一直很想要完成的事 對啊 我真的有這種感覺 可是我 我還是覺得冬天可以不要騎 就是冬天如果要騎的話 就是有重要事情在騎 因為那一段 今天起來真的有辛苦耶 你不 excit Relay 你… 有我們的思想 總共也滾 你覺得是鬼 對 Ana 你覺得很不明白 你真的解僱著